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对自己负责的人 一种是对家庭负责的人 对自己负责的人 会保证自己的健康风险 不为家人增添额外的经济负担 对家庭负责的人 会保证自己永远离开的时候 还能用另外一种方式来代替自己 继续为家人提供生活保障 遗憾的是 很多人从骨子里不愿意为风险互助买单 更愿意接受延续千年的人情式互助 事实证明 在大灾大难面前 人情式互助是不能保证问题的有效解决 然而商业保险是能够有效应对风险的发生 所以买保险其实就是一种责任和担当 无视风险的人说到底 是不愿意承担家庭重任 一场大病或者一场意外 足以毁了整个家庭 很多时候 毁了这个家庭的并不是疾病和意外 而是巨大的医疗费用和潜在的收入损失 但保险可以为你的生活兜地 感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